特區政府計劃2023年首季率先在荃灣以及南區設立地區關愛隊 平將於2022年12月內公開邀請服務團體參與輪選 事實上社會一直不決地區社團協助市民大多處於被動角色 而新冠疫情爆發就突顯了社區動員的力量在關鍵時刻守望相助 特別香港人口老化、長者及弱勢社群面對各方問題 團結社會力量向有需要人士施以援手實在非常重要 然而政府和社福機構如何找出有需要人士 以及如何提供適切支援都是值得大家思考的課題 在服務到位方面 當局應該要與不同部門及病人組織做好協調 了解各區的真正需要 非單一服務方式套用在不同居民上 而是要貼身關顧區內有需要人士的各項需求 在區域到位方面 當局在率先成立荃灣以及南區關愛隊後 盡快檢討成效以及研究如何加強各區支援 甚至再分拆小隊 令關愛隊能夠真正到位各家各戶 而在資金到位方面 兩年資助協議期的總支助額約80萬至120萬 當局在邀請服務團體參與輪選的時候 應同時研究服務內容與資金金額和人手數目 能否做到預期效果 否則應該考慮加大資助金額以及協助服務團體設立辦事處 至於情感到位方面 政府亦都要對關愛隊做出相應的關愛 例如提供設立關愛隊支援中心 簡化行政程序 豁免活動場地租用費等等 社會每天都在上演著不同的悲劇 關愛隊的出現 或者能夠避免更多的社會悲劇發生 當局應該簡化各項行政程序 盡快設立18區關愛隊 讓關愛走進社區共建和諧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